港台武漢疫苗无红进入最关键市区 台南市长安危天议委员17例的卫生局长当于 市区院蔡小薇博董哈 使得新台便于武漢疫苗疫苗的风液准备 并地震风液催浴 安市长对新台便于透过作专业 桥前博士会建立整个月 挾动武漢疫苗人层减薄风液三部曲 标识坚定 因为我们知道陈大医院是台南手续医职的医学中心 那也对于一些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些疑似 或者是任何隔离需要的这个动作 很多他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 这个包括家属需要隔离的 包括这个其他的疑似的病例 或者说有中国大陆旅游室的 这些有需要隔离的 很多都就有劳承担医院的医护同仁帮忙 所以能够提供充分的物资 而且让他们有这个 在安全以及社会的支持的这种前提下 来去从事医疗服务 这是很重要的 市长要关心你们 好 非常辛苦啊 感谢你 谢谢各位的努力 感谢 新台变医风业离的急进食外口 设立北亚高几家压建帐篷减压斩 披免高风险的凡账进入医区 当时兴建造合设计减压斩 提升风业建币几家 因应万亿发生小区感染的疫情的时候 提前做好登记控制的准备 其实我们最感动的是 其实市长跟局长是亲自到第一线去卫物 问我们的医疗人员 我想疫情严峻 然后天气寒冷 可是我们整个医护人员的心都是暖暖的 其实这是我们最感动的一个地方 那至于提早布局 这个是我们就follow 就是根据那个机关署的一些 对我们的一些指引 我们会照着那个去做 那整个我们城大医院会善进一个大学的 社会的医疗责任 好好保卫家人平原民众的健康 谢谢各位